那我们讲下一条 下一个呢也是本周 然后28号的时候 我们的州长Jerry Brown 签署了一份改革法案 取消现金保释制度 这个新法律将于明年的10月份开始生效 州长他就表示改革是为了公平对待富人和穷人 他当时是这么说 他说 刘律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新的法律是怎么回事 新的法律是这样 他这个新的法律我总结一下 他新的法律是这样 第一呢就是说对于呢 这个重大的暴力犯罪或者性犯罪 那么实际上呢是不能保释 是这样子 他这边提到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新的法律 好 这第23个里面 新的法律 对 然后呢就重大 暴力犯罪不能保释 然后呢对于新的 非暴力非性犯罪 那么呢不需要保释金 嗯 它是明年10月份生效 对 这个里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 因为他被你提到呢 就是说他主要的原因是希望穷人 跟这个富人呢可以平等 嗯 所以他这个改变这个法律 感觉最重要的目的是平等 穷人可以跟富人一样 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州长 古智里是个坚定的 无产阶级战士 对吧 嗯 他表示大家平等 众生平等 天下大徒 嗯 这是他呢有这个非常浪漫的情怀 非常高原的理想 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知道很了不起 嗯 但是 他这个法律 看似崇高 实际愚蠢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因为穷人跟富人 从来就不会平等 对吧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 饥寒生道兴 富贵生盈喻 就或者话说 为什么我去偷 为什么我会去抢 为什么我到Messie 偷个这个五块钱的口符 不是兴趣爱好 对吧 是破互得意 当然是有兴趣爱好 当然是兴趣呢 大部分 大部分实际上是没钱 对 对吧 为什么我到7-11 要偷这个两罐牛奶 我没这个钱买这个牛奶 我饿得要死 对 就出现单亲妈妈 然后呢到超市去偷牛奶 这样的事情 对 他小孩肚子饿要吃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换句话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于这种跟金钱财务相关的犯罪 那么 没有钱的穷人更容易去犯这个罪 因为为什么我需要 我没办法 我要收人 对吧 人性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富贵生淫欲 饥寒生道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穷人跟富人 那么他最本质的不同 穷人才会去偷 富人没有必要去偷 但不是说富人多高尚 而是没有这个必要 也不是说穷人多贫贱 而是说我没有办法 我担心妈妈 我小孩我没有牛奶和就要饿死 我怎么办呢 我做妈妈不能让她看着她饿死 我不担怎么办呢 我没有人 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时间工作 第二个也没有能力工作 我也没有工作 对吧 不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是这个 有钱买钱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点 如果照我们州长这个说法 穷人跟富人要平等 那么现在在这个 加州也好在美国总体来说 有钱人 我不但可以请一个律师 我可以请两个律师 我可以请一个律师团 对吧 帮我打官司 我一天的律师费 可能花个20万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钱 跟你干到底 对不对 对 我可以请那种前检察官 这种多少年经验的 然后呢 多大律师楼的什么合伙人 然后呢 这个什么十大名律师 这种各种人马 各种精英汇聚在一起 对吧 所以我的力量 我这边的律师的经验 这边的资历 比检察官办公室还要强大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吧 但是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的话 我只能靠公社辩护人 因为我没钱请律师 公社辩护人 当然也很优秀 但是就总体来说 我一个公社辩护人 公社辩护人 我有100个到300个官司 我哪个是哪个都搞不清楚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的官司打得好了呢 对吧 所以从这个印象来说 因为有些人可以请好律师 穷人请不识律师 那麼這個就是最根本的不公平 這個怎麼解決呢 是如果照這個我們州長的說法 窮恩跟富人要平等 那麼 州長應該怎麼做 窮恩 你去請律師 你要請律師 他多少錢政府幫你付 對吧 這樣才平等 不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有錢人可以這麼做 你要窮恩跟富人平等 窮恩也必須這麼做 也必須有一個非常好的律師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吧 還有什麼 還有在加州 如果你有錢你可以 住條件好的監獄 獨立衛浴海警房 對吧 在你當中避棄 對不對 對 那麼沒錢 坐牢 我只能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小牢房裡面 對吧 不但沒有海警 我感覺呼吸都困了 對吧 那怎麼辦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麼州長應該下個目的 對吧 對 就是說我雖然沒錢 但是他要海警房 我也要海警房 對吧 畢業我這個床 這個困太小 我睡得不舒服 對吧 對 我要空調 我要50寸以上的彩電 不是嗎 對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給他呢 對不對 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話 這個窮恩跟富人 他永遠不可能平等 也不應該平等 如果你強制讓他平等 這個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 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這樣來說好了 他提到就是說 這個州長他提到說 那個他被寫 他沒有保釋金了 沒有保釋金的話 他會有一個非常詳細的 評估的 一個評估的這麼一個機制 來決定這個人是不是應該被保釋 對吧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說法的話 這個看似有道理 實際 愚蠢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啊 因為這裡面是這樣 你怎麼來對這些東西 你不外乎 怎麼來看這個會不會跑 對吧 第一 他有沒有錢 第二 他有沒有家庭 第三 他是不是美國公民 對吧 第四 他做什麼工作的 第五 他這個單身還是結婚了 第六 他是不是跟爸媽住一起 所有的東西你們會看說 這個人他會不會跑 對不對 對 因為很簡單 你保釋的保釋的就是 經了兩大目的 第一 其實你不能跑 你跑的錢就沒了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能放你出去 你出去的話 繼續再殺一個人 再強姦一個人 這個是不能讓你出去 對吧 這是這個意思嗎 今天兩大目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第一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來說的話呢 有錢和沒錢 就有個巨大的不同 為什麼 如果我有錢 對嗎 我在尼泊比奇有豪宅 對吧 我在銀行裡 這個有三千萬的存款 對吧 我除了老婆小孩之外 外面說不定還有兩個小三 對不對 對 我跑跑去哪裡 我怎麼跑呢 如果跑了 就表示說 我的豪宅要放棄 我的三千萬要放棄 我的家庭要放棄 我放棄了 我什麼就沒有 這些東西可能是我奮鬥了一生 無數的當年的這種艱辛苦難 從一個窮小子一步一步 然後成了一個有錢人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是不會跑 但換個方式來說 如果我呢 就是窮光難 啥也沒有 工作也沒有 又懶又笨 平時就喜歡小偷小摩 如果不是小偷小摩 我那只過不下去 對吧 是這個意思嗎 我呢 可能我也沒有家庭 如果你沒錢的 沒錢的 誰會跟你呢 你自主養不活 對吧 不是這個意思嗎 人家跟你餓死嗎 對不對 人家跟著也變成他自己 就要到社會那邊去偷瀏覽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肯定是單身 你啥也沒有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你在美國是窮光蛋 你跑到中國 跑到泰國 跑到越南 還是窮光蛋 你無所謂的沒有去 對吧 你沒有任何可以留戀的地方 相反你可能說 這個在美國 大家都用有色眼鏡看我 我換個環境可能還好一點 對吧 就換句話說 你本來就要離開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 就換句話說 你本身會不會跑 很大程度到 決定你本身是有錢沒錢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其實是不公平的 也是照這個意思說 準確講不是不公平 準確講它是有道理的 你因為有錢沒錢 是決定你會不會跑的 一個重要的因素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 你一定要通過強制的 這種愚蠢的辦法 讓它平等 實際上也會弄巧成就 是這樣子 對 就是你認為這個 不但不是提倡平等 反而還有可能 鼓勵了犯罪 是這樣子嗎 不是可能 他一定鼓勵犯罪 因為很簡單 這樣說好了 很多人呢 就會有時候會問我 說劉律師 如果我做了這個事情 那麼他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被抓到做了要做幾年 對啊 如果我被抓到 我能不能保釋出來 能保釋出來保釋金是多少 就換句話說 保釋金是多少 是他決定是不是要犯這個罪的 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對吧 對 如果保釋金我說 你這個事情抓到保釋金至少5萬 他也想說我沒有5萬 也沒有人會幫我出這個5萬 我有5萬 可能我就不想犯這個罪 對吧 對 他覺得說還是不要魯莽 對 我雖然在這個餐館洗碗 洗得跟狗似的 一個月賺了1000塊 被老闆打罵 昨天被老闆屁股上踢了一下 但是總是比坐牢要好 並且坐牢我也沒有海警方 只能是在冰冷的Sanowich 對吧 對 但是至少我有自由 對吧 是這個意思 他肯定不去犯罪了 他現在一看說 我現在沒有這個保釋金了 對吧 對 他立刻把人在洗碗洗了一半 突然一看洗我沒有保釋金 誇我一點 去打老闆 直接去 你看 打不能打 所以暴力半斤 看老闆不在 抽屜一看 裡面5千塊錢拿來就走 不要保釋金 繼續再出來了 但你抓不到我呢 關個12小時就出來 至少5千塊有了 5千塊我要洗碗洗5個月 1個月我洗1萬個碗 5個月就5萬個碗 等於12小時賺5千塊 對 對 對 至少我這個3個小時 我是不用洗碗的 我還有5千塊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非常感慨說了一句 I love America 對吧 實際上你是鼓勵犯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如果你把他進去 譬如說 他12小時出來了 他一想 這個老闆這個抽屜 今天呢 嚴格額5千 他家裡至少有5萬 我大家去看看 他這時候應該不在家的 我把他5萬也拿過來 對吧 5萬也偷過來 了不起我 我就有再12個小時 對吧 我只要就5萬5了 實際上他出來之後 他可能就直奔老闆家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是鼓勵犯罪 他呢 所以看似高我 看似公平 實際愚蠢 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呢 這樣來說好了 我覺得呢 這裡面重要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嗯 這些人 是不是因為我窮 我一定會犯罪 不是的 因為人窮自不窮 對吧 我習慣沒關係 我就習慣現在出點小錢 然後呢 我再偷偷的跟這個 廚師學點手藝 我自己開個小窗 這個有很多人這麼做 對 這些人他坐牢 州長 Jerry你要聽清楚 這個 Jerry 我從心裡來說 我覺得其實我本質很尊重他 我覺得他呢 是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 然後第二個呢 學識很淵博 也有老師國畢業 跟我是同好 也是律師出身 但是呢 我覺得他出身富貴 他不是說看不到民間的疾苦 而是因為他太看到民間的疾苦 他會覺得這些人坐牢 是因為不能保釋 是因為窮 不是的 他們坐牢不是因為窮 他們坐牢是因為他偷東西 他搶東西 是因為他犯罪 換句話說 你同情他們沒錢 同情他們窮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這麼做 實際上你沒有同情他們窮 而是你在認為說 認為說偷搶是合理的 對吧 不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我進去就出來了 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千萬不要把窮人跟富人平等 跟他們本身是偷是搶 要關聯起 是這樣 也就是說你認為有罪的人 沒有資格去要求平等 是嗎 這樣來說好了 你坐牢保釋金出來 那麼這樣來說的話 這個本身 本身是不是付保釋金 這不是你的一個right 不是你的一個權利 而是一個privilege 是一個特權 權利你必須要有 特權我可以給你也可以不給你 如果真正州長你要做到平等 Jerry你要做到窮人跟富人平等 很簡單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不是窮人 富人有賢富保釋金 窮人沒賢富保釋金嗎 對 全部取消保釋金 任何人不能保釋 這是真正的平等 嗯 對吧 對 這個才是真正的平等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呢 是這樣 這剛才提到 就很多有的 他要用一個新的制度 來取代這個保釋金制度 對吧 各種評估 你怎麼評估呢 你唯一能夠評估的辦法 就是說 有沒有結婚 是不是美國公民 嗯 父母是不是還在 有沒有小孩 有沒有工作 家裡有沒有錢 不過這些這些東西 對吧 如果你有這麼一個固定的標準 實際上 會產生很多 濫用的空間 什麼意思 如果你提到說 如果你有小孩 或者你女朋友 你老婆懷孕了 那麼 你就可以 加10分 你媽媽生病 再加10分 你加到一定的分數 加到100 那麼你就可以不用付保釋金 對吧 這個呢 實際上呢 會給很巨大的一個法律 濫用的空間 因為為什麼 我本來要去 去通去想 準備犯罪了 但是我想我呢 必須呢 要能夠不花錢保釋出來 我必須先把我女朋友肚子搞到 因為為什麼 不搞大 我這個10分加不到 我跟我女朋友說 你必須要懷孕 你不懷孕 等一下我這個出不來的 你必須要拿保釋 你必須 我就保釋不出來的 對吧 保釋不出來 你要去幹活 把我去保釋出來 對吧 然後跟妳媽說 媽 你必須要生病 你不生病 這個10分我加不到 沒問題今晚睡覺不能蓋被子 明天生個病 對吧 實際上你是給 會製造很多耐用的空間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這個呢 如果沒有這麼一個評分制度 人家說劉律師 這個制度還沒出來 你呢 這個 是你自己想 如果不用這麼一個固定的制度 就用現在的制度 我就以我自己 這種保釋聽證會呢 我參加過N次 多少次 我不記得 可能至少有30次以上 基本大同小異 我的客人 是美國公民 我的客人 老婆懷孕了 媽媽生病 這個固定工作 家裡有房子 兩個小孩非常可愛 對吧 之前她得過建系有威獎 像這個龍哥一樣 對吧 然後呢 每個禮拜天到教堂去做義工 對吧 然後呢 狂擦地 然後呢 狂幹活 有的法官聽了之後 說 康爽 律師 這個 她女朋友懷孕多久 她看妳說的真的假的 我說要呢 8個月 8個月 還有兩位就要生了 法官一聽 非常同情 嗯 覺得這個5萬太高保釋計 他說OK I'll cut down to 10 1萬就可以了 一下省了4萬 有的法官呢 看我上蹦亂跳 兔磨亂飛 我說完之後 法官呢 沒有我表情看了我一樣 看了我一樣 說完了嗎 說完了 法官說OK 還是5萬 下一個 對吧 就換句話說 同樣的事情 不同的法國 她的反應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Jerry呢 我覺得是這樣 她呢 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呢 我覺得她這裡面呢 她呢 把窮人 她覺得說 應該幫窮人 是對的 但她幫的不是窮人 她幫的是犯罪的人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她實際上是鼓勵犯罪 我覺得 她這個做法 我徹底愚蠢 徹底錯誤 我確決反對 嗯 嗯 OK